年輕辣妹各個包緊緊被移送法辦 但遮不住火辣身材 這群酒店妹配合行銷公司 利用猜猜我是誰的進階版手法 誘騙火山孝子 編譯刑警衝進辦公室 放言望去19人都是男性 在座位上敲打鍵盤 網路上卻喬裝辣妹 誘騙民眾陷入溫柔鄉 聊天對話一字一句甜言蜜語 就是要你上門消費 仔細看上面是未經認證的灰色盾牌 原來嫌犯利用通訊軟體 假借知名品牌官方帳號 在謊稱送貼圖優惠等活動 吸引民眾加入 之後卻變身成酒店小姐 或是直播主誘騙被害人上門消費 嗨 猜猜我是誰 詐騙手法從老套的猜猜我是誰 也變成如今使用通訊軟體假帳號 其實仔細看LINE上方的盾牌顏色就能分辨 綠色跟藍色的帳號經過認證 不過一般民眾申請就是灰色盾牌 隨便加入就可能受騙上當 那民眾加入之後呢 可能這個都沒有收到優惠券 或者是也沒有不能下載這個免費貼圖 所以就打電話到這些公司去客訴 詐騙集團與時俱進 利用網路通訊軟體短時間內就得手近百萬元 但老套手法依舊有人上當 只能說設置頭上一把刀 記者許志明 許志成 台北報導